除了接受蔡璇贿赂的名画一幅之外 还接受黄金二百两 皆为在当地富户捐献赈灾之款项中提取 蔡璇梁茂权二人 在苏州任上巧取豪夺 变卖国库存粮 侵吞朝廷救济款 私分当地捐款 合计白银八千两 两人平分 张子公 王林 在跟随秦升视察苏州期间 被秦升和蔡璇 以威胁利用等手段收买 帮助秦升 蔡璇隐瞒实情 并收取贿赂黄金各一百两 以上罪证无人皆供认不讳 你们可有什么话说 罪臣服罪 岂望皇帝陛下 饶 饶 饶臣一死 你本来不是打算 捞够了之后逃往海外吗 怎么没逃啊 还没落够 上次贪污阵就饶你不死 就是希望你能够带料办公 希望你吸取教训 彻底洗心革面 结果谁知道你本性不敢贪贺南田 居然变得更为狡猾 拉拢俯使朝廷官员的手段 层出不穷 叹为官职 难道亲身不舍马上就要死在你的手里 你还祈求活着 让你带料办公都不能改过自信 到底是为了什么 自镇登位以来 各地都有水灾 旱灾 灾区的一些官员 祸不震灾 麻木不仁 祸勾结奸商 贪污政绩钱粮 可怜老百姓啊 居无物 食无粮 老幼难熬 呼号于天 你们这些贪婪之徒 焉有不死之理 凡辅州县所有的官员 在水灾中胆敢贪赃枉法者 一律处死 包括朕清典之钦柴大臣 秦升 你还有什么话说 回陛下 罪臣无话可说 朕不是不愿意饶你 你本是一名清官 贪污受贿也是事出有因 然而 饶你一个 今后将会有多少人 布你的后尘 罪臣明白 朕判处 蔡玄 编一百 然后凌迟处死 朱祁三足 梁茂泉 凌迟处死 朱祁三足 判处秦升 张子公 王陵 朱祁三 侠行 满门抄斩 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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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祁三 侠行 王陵 启离陛下 秦升致负秦良刚 于右门外击鼓鸣冤 还想闯进殿来 叫他进来吧 老臣秦良刚叩见陛下 你还敢击鼓鸣冤 朕已经判处秦升 绞刑 满门抄斩 你还有何冤可明啊 老臣请求平身 准于平身 老臣有话不能不说 你说吧 当初陛下任命秦升为钦差大臣 老臣曾深夜求见陛下 望陛下另任他人 可曾有过 秦良刚 让他说 秦升在衍州遭人暗算 平反之后 老臣再次求见陛下 望陛下免去他的钦差大臣之职 可曾有过 老臣再三向陛下解释 秦升始终为经管 涉事为身 意志不坚 不知地方情形的深浅 一旦认为钦差大臣 位高权重 必将遭到拉拢腐蚀 是防不胜防啊 而秦升本无能力 一意拒绝 因此老臣恳请陛下暂且放他过去 而陛下不愿考虑 坚持任用 现如今 秦升果然重他人之际 被人拉下水去 陛下判他死刑 老臣怎么能不击鼓鸣冤呢 秦良刚 你简直是强此夺理 照你所说 倒是震害死了秦升 老臣绝非此意 老臣只是认为 陛下对下面的种种实情 并不十分了解 贸然派出秦升这样的官员 虽则处于信任 却无异于四人于虎 不叫而诛 又岂能服众啊 放肆 老臣知道 老臣讲出此话 是必死无疑 然而 不讲出口如梗在焉 死不明目啊 况且 我亲家已面临满门抄斩之祸 说与不说 又有何意啊 你讲完了 感谢陛下 容老臣把话说尽 老臣虽死无憾 秦良刚 臣在 你说的这些话 是自以为言之有理 满腹冤屈 其实是荒谬绝伦 起初你确实是三番五次的要求阵 免除秦升钦差大臣之职位 但是秦升当了钦差 终归还是迎合了他的志向 然后你又口口声声地说他少不经事 经验不足 朕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带兵打下徐州 救出郭子兴 固守瓦良磊 谢战高游 朕有没有因为经验不足就缺步不前了 朕信任秦升 是因为他当时确实是一个洁身自爱的好官 跟贪官污吏不肯同流合污 朕才让他当了钦差 何过之有 日后他明节不保身陷泥潭 那完全是出于奸臣的谋害吗 他自己一点责任没有吗 满朝文武 想要当秦差大臣这大有人在 朕为什么要用他 朕什么时候说过 身为高官者是只有权力 而没有风险 相反的 朕再三告诫群臣 为官者要 谨小慎为 严肃律己 洁身自好 朕难道没有再三地告诫秦升 秦升犯罪 咎由自取 谁又能代之受过 老臣始终明白 纵有千条理由 秦升也罪责难辞 事已至此 老臣只有把话说出 四哥明白 陛下 老臣 老臣膝下独子 而习孙凤 已有余 已有余 宰身 且 于事无赦 老臣 恳请陛下 允许其将孩子生下 为我秦家 留下一只根苗 罪臣秦梁刚 赶祭 季灵 朕破例让你在朝廷之上 说出刚才那些话 也是因为你 镇子登位以来 从来就没有见过一个官员 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孙升官进阶 苦苦相求的 抬起头来 天下人都羡慕当官 难得你看清了官场的风险 时时提醒儿孙 本于此 朕特赦你全家连坐之罪 唯 秦生罪不可赦 谢 圣诸隆恩 秦生蔡玄之案 使朕深感震惊 朕要将此案的案情 攻出全国 警戒全国官员 全国官员都要明白 权力之下 夭折者重 庆官贪官 警戒一念之差 你们这些官员 都是有缝隙可乘的 稍有不慎 就遗恨终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